2015年在巴尔地摩骚乱期间,一间杂货店被烧毁。但是卡拉海登决定,接对面的图书馆照常开放。 人们没有碰图书馆,事实上他们对我们说,他们不会动,因为图书馆是那个社区的资源中心,它受到爱戴,受到保护,它是一个需要希望的社区的希望之地。 一年后,实任巴尔地摩·埃诺克·普拉特自由图书馆CEO的海登,被奥巴马总统选为国会图书馆馆长。 国会图书馆成立于200多年前,是国会议员的参考资料来源。 如今,国会图书馆被视为美国的国家图书馆,馆层超过1.6亿册,那里还会举行爵士歌手这样的特展。 你可以查阅实体书,也可以进行下载、复印和拍照。 公正可以在图书馆查阅资料,但是不能借阅。 海登希望利用最新的技术改变这种情况。 我们在网站上把馆藏资料带给任何地方的人们,他们可以下载资料,他们还可以进行3D游览,这着实让人激动。 你戴上3D眼镜,就可以胜临其境地参观图书馆建筑。 海登在巴尔蒂摩任职之前,是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的首席馆员。 自己曾经共识过的多元社区,让他感恩。 你既希望图书馆的服务达到水准,又需要认识到社区和社区民众的文化传统。 海登也希望通过巡展,让国会图书馆的馆藏资料,让更多的人看到,尤其是走出城市。 重新设立流动服务,开辆18轮的卡车,车上装着副本,有时候是电子资料和设备,开着车深入到郊区的社区。 他希望,世界最大图书馆中的上一份资料,能让所有人都看到。 美国之音部落客华盛顿报道。